欢迎回来到的Traveler做首过客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比特币的盘面 然后也同时 因为我现在有做这个 交易直播 ok 就是100千到1M的挑战 然后时间呢已经过去了 今天是第28天 ok 因为这是6月6号开始的这个挑战 ok 那么28天 现在你可以看到户口是没有什么增长了 ok 就是打拼 ok 就打拼 ok 那么这些都是 这些你可以看直播 要不然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回这个Traveler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API 放在这个Discord上面 就我进了每一张单 他都会实时的放在这里 ok 那么我是做Swing Trade 吗 ok 做Swing Trade 因为我平时也要做其他东西 那么Swing Trade的话就可以 兼顾得到 ok 我不是做超短线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用同样的理念 去做这个超短线 为什么我会做这个交易直播 然后放在API 其实我就是要带出 我在Zero图案里面讲的 所有的概念 我要把它弄弄成实战 我可以示范给你们看一次 我要给你们知道 我讲的这些东西 全部不是空穴来风 ok 全部都是真 真正的一个经验来的 ok 然后 而且其实这一 这一个月以来 其实已经 把我要所示范的一些索影 就是我的一些 好像Trotter也好 ok 还是做对冲也好 这些东西都已经有示范到了的 ok 昨天我也在 这边有提到啦 ok 我说 这这轮操作也是算实战 Case Study了 然后可以判到你们 Decision Planning blablabla 什么之类的 ok 那么我就简单来讲一下 我讲的这一个过程 这个Case Study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ok 如果你有follow回这个 啊 Day 1开始的啦 ok 你可以很清楚 看到这里100千100千 就加这个我的资金的变动 第一波 第一波资金赚到的是在第八天 ok 第八天呢 我们是抓到那个 Ethereum的Shop ok 我们在Ethereum 1670的时候 我们做空嘛 1670的时候做空 怎样的做空呢 是因为 整支撑被跌破 ok 因为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 啊 看多的 ok 因为那个什么看底背 理智之类的 可是当结构图被 跌破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向 做空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 我们如果看那个天图的话 DL的Trend 它是在边界 也就是说 如果它上到来的话 在我们的角度 它就变Uptrend了 可是如果反之 它掉下来就变Uptrend 这样就自然而然 我们就 它跌破了那structure之后 我们就做空 所以我们顺利做空 做做做做做到这里 我们这里吃了一波利润 我们可以看回去 大概是在 11号的时候 然后 啊 可以670 OK 经常点 然后止损加175 没有没有吃到啦 OK 没有打到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资金的浮动 OK 因为那时候有中两单止损 都是 5%5%的止损 Damage cost 所以是 合理 所以当一单赚到的时候 只要你的赚配比合理 你可以发现到 很快就上回来了 OK114千 我们 这是我们take profit啦 OK 然后过后 我们就try to 啊 抓这个 在过后 我们常常啊 把它收短来讲 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说 在 我们如果看回去 我们资金开始 又在涨了一个时候 是在这个阶段 在第15天的时候 OK 本来赚了40千 结果遭利润回吐 所以这个资金到最高峰的时候 是到140千左右 OK 我们可以找一下 那个highlight的地方啊 OK so这个highlight的地方 大概在这里啦 OK 这个是最后一次 我做一些动作 所以它的价钱停留在这边 最高峰的时候 它是需要140千 就是差不多40%的一个RI了 在那个时候 在第几天 在第15天的时候 OK 为什么利润回吐呢 因为我们会放一个机制 叫safety pin 就是说 因为这张单 如果你对回去的话 它是对回 这个下跌的 OK 那时候我们是 让它一跌破1000的时候 我们去做空 OK 因为那个时候在这边 OK 一样跌破了 我们在这边做空 这边做空了 它跌到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赚140千 就这个波段 可是过后 我们因为它的时间 你可以发现到这两个小时图 其实这一天 这个范围内 其实在一两天内就发生了的 所以我们safety pin 也没有什么意义到 safety pin就是保护性止损 也就是说你进了单 你开始盈利了之后 你不要让你本来赚钱的单 变成亏钱的单 所以你就把一个止损 放在你的价钱之上 OK 就是你的盈利空间之内 OK 那么你就不可能会亏损 OK 那么两天后 它就hip到我们safety pin 就变成这个利润回吐的事件了 OK 然后辗转辗转 一路等一路等 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体来说是空头市场 如果你看天图的话 OK 我那时候讲的那个临界点 就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吗 OK 就是这个红蓝线吧 OK 那个是在那临界点 我讲说如果它上去 它就变uptrend 可是它没有上去 它这里结构图跌破支撑 这里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自己做空成功 然后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过后 没有做单呢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回调了 它要往回上走 这样很有可能 有人问 这么你这样 你直接不要做多 是可以做多 可是风险比较高 因为你的赚配比 不会那么漂亮 因为毕竟是空头市场 这样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上涨呢 是因为我们看 OK在那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有一个所谓的底背离 我们已经看到说 这里的底部已经开始出现反抗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当我们这边safety病之后呢 我们知道它这里开始转上线 开始走上涨波段 所以我们先等 我们知道还是空头市场 可是我们没有可能 short在底点 所以我们就等到 等等等等到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空了 为什么这里有顶背离吗 OK就来到了这个时候 我这边说 90分钟顶 这不是这个底背离是讲 我们还在等着 所以因为还在上着 OK 盖茅失败这边开始 OK盖茅失败 我们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你们可以看回去 那个TRADLOG 我这里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 OK如果你们想要跟 然后有这个TRADAPI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 OK加入VIP 就是在这里 你按那个Join button OK 你可以进来参考我的这个TRAD OK 不是叫你炒 因为如果你只是死炒的话 你没有一个概念的话 你会也是炒到死的 还是一定要先看这几个图案 懂得怎样去算 Damage Cost Margin Control 然后懂什么是 交易这个东西原理是什么 这个是免费的影片 如果你是新手 你可以先来看这个影片结尾的时候 会出现 OK 然后我们就回来 我该讲啊 你 OK 我们讲到这个盖茅 OK 盖茅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 已经看到有顶背力了 OK 那个时候呢 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 AGA这里的时候 OK 因为那个时候的点是在这里 我记得我在这边 让这边做一个做空啦 OK 做一个做空 然后到这边中止损 OK 然后他就下来 OK下来我再等 我可以再等一个 会说第一个点应该是在这边 OK这边做空 然后我肯定是把我的止损放在这个高点 可到这边他就被被突破了吗 OK 所以就止损了 然后这里有一波 也是中止损的 三天来的 OK 因为他这里的高点又在创一个新高 然后这边止损 这个 因为为什么会中止损 其实严格来讲 这边应该 如果你玩你的止损的那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的话 其实是没有事情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是赚着钱的情况 OK 赚着钱的情况 我就想要用利润来去冒多一点风险 OK 这是我每次强调 你在亏着钱的时候 风险要降低 可是你在赚着钱的时候 反而你应该要乘胜追击 这是我的理念的 你可以不认同 OK 然后 所以这边该冒失败 我的止损只是放两个巴仙吧 那个时候 因为我没有必要放太高 因为我在抓的是这个顶背里的反转 如果他 因为我们如果做空的话 我的止损肯定在放在我的高点 就这样就可以了 OK 他突破的话就失败算了 没有关系 OK 然后直到 直到来到这边的时候 直到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头肩顶 OK 这里有一个头肩顶 OK 所以我选择在这里 这个范围内又在做空 1200块的时候 所以这个对应的价钱是 1200块只损放1300 OK 然后过转转转 因为88000是因为盖冒失败的原因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盖冒失败三次 我的资金还有剩接近90% OK 所以我的资金管控是很紧的 而且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我上面本来开两边的 每次开比特币和ETH 可是在这个时候过后呢 我只开ETH 因为我知道 我不能够再卖卖 卖太大的风险 OK 所以是考考虑的 Risk 所以过后就转转转转转转 108 114 OK 好 所以来到现在 这个 1200的单就在这里了 OK 这张单的最高峰的时候 是去到接近4万 应该是4万 OK 因为它之前跌到这个底点了 OK 现在来了 这个问题 现在我这张单 应该要关掉吗 OK 还是要继续留着 如果你问我 我肯定是继续留着 可是如果你 你觉得想要落袋为安先 可以吗 肯定可以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它有没有可能反弹 有可能 可是我的抓着的方向是说 现在的大方向是空头市场 OK 因为美联储这些关系 这种是大环境的这种 你是政府的政策 你不能 你是 你在怎样 怎样拉都好了 整个market的公时 都是往下走 暂时来说 OK 除非有什么黑天的事件 或者是趋势上的反转 我们才反向做多 所以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它是做空的市场 OK 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 它要回去的路上 所以这个回去的路上很关键 到底 就是我刚才讲的 是它可能会回去 可是回去了之后 我们也是一样 要再找的更高的点去做空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认同说 它现在是空头市场 也就是说 如果是空头市场的话 我更倾向于说 我要保留我的空单 也就是说 我不要错过任何一笔 真的突然间来的下跌 而我错过这个利润 我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 去守着它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有一个很有优势的 这个经厂价 目前来说 因为现在的结构是在介于这个位置 OK 如果我们简单化一下这个支撑跟阻力 我们的1152的单是在 something somewhere 我看小时间 因为是天图了 OK 这个结构图 如果再画小一点的话 是something here OK 1152是在 这个高点之上 OK 所以现在算是很安全 所以我跟讲 跟我的VIP说 我现在算是一个有优势的价钱 我不会去放掉它 我也不会去放掉它 那么如果他真的 hit out safety pin 就怎样 没有关系 因为我会找的更高的点去short short它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空头市场 我们只是要等一个 一个多一个顶背里的出现 OK 那么 之前我们 然后OK 然后在这笔下跌的时候呢 对于这边下跌的时候 跌到1000点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在111 如果你看回去 我们在1030有做一个对冲 OK 1032的时候了 做一个对冲 现在的话 昨天是去到 我们昨天是计算是赚500%了 OK 这个 这个波段 就是做多赚的 就是我这个我在纪录图案里面讲的这个 Hedging OK 赚多余的空间 这样很多人会 很多我看到有些comment会说 这样子 这个不叫多赚 这个是 你 因为他们会讲反驳说 你这边 多赚的部分 其实就是你空单亏掉的部分 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在 这边的时候就把空单亏掉 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这样子我的 答复是什么 你把 一样第一个东西是机会成本 如果你 直接关掉那个单的话 这样如果他继续下跌的话 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通常我的操作是 如果这边做一个多刀 我下面会放一个子 也的确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API的关系 太多人在同一个时间进来同一个价位 你可以看 发现到这个 那个 啊 啊 一提人的这个价钱 他那时候直接准准跌到我的这个止损 999 OK 他掉998.85 OK 已经连续两次了 我要再观察这个现象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的话 我的API可能要只是放一个范围罢了 OK 然后 OK 简单来讲就是我这个 这个 这个 Hedging的这个 这一次没有奏效 OK 可是如果 他的concept是一样的 如果你抓到的话 其实他是跟着市场跳舞的概念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去急说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当然在这边为什么我们会去做 再选择在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对冲 因为我们从这边拉到这里来的时候 0.618就是1032 OK 也就是我刚才的那个对冲的点 对这里 OK 1032.5 所以这个就是原因 OK 他的确现在在这边支 这边支撑着 OK 这个就是 你多赚了那5% 你就是可以给你做 额外的空间去做trotter 虽然数学上来说是一样 算法是一样 可是做这个对冲的概念就是我可以把一个我的这个对冲的这个 仓位在下面我放一个止损 所以当价钱大跌的时候 我这边单多单直接关掉 他继续吃我的空单 OK 甚至加场 这样子的概念 OK 重点是而且他在haster的时候还是不用给funding fees的 OK 虽然关单也是不用给他funding fees 可是重点是在那个机会成本 OK 因为你关了单之后 他下跌过之后就跟你没有关系 可能你再去进单什么 你都有一些怕了 因为毕竟价钱跌的更低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对冲的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至少心理上来说会很舒服 因为你一直会看到你的这个position 是在青色的状态 然后你又不用一直平凡的止损 因为如果心理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有实战经历 你一定明白我讲这个东西 就是一直不断中止损的话 那个心理会受打击多多少少 而且需要这是正常人之常情 然后可能需要半天时间来恢复 甚至有些人要用一个礼拜 OK 如果你们有类似这样的感受的话 你们在下面写 我也是 我也是 OK 所以对我来说做对冲 做trotter 虽然数字上来说是一样 OK 可能不大不小 OK 可是在操作上来说 它会更 我觉得更符合人性 OK 更符合人性一点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在这张单 其实是已经trotter过了 就是加单过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这个杠杆去到2.56了 就是我本来是下一个巴仙左右 OK 现在变成两个巴仙 加了一倍上去 之前在 之前我因为我讲进场价是1200嘛 过差不多1000亿的时候 我再加单 我可以顺利的 就是顺利啦 因为那时候跌破1000亿的时候 是在这边 OK 跌破这边 然后就加单 OK 加单它就跌 它就目前是 OK啦 不错 OK 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情况 好 所以现在的话 我已经讲了 我的决定就是 有单的 继续持有 如果没有单的话 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要做空的话 你们可以 等这个结构图被突破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这个structure 已经是 大的跟小的 现在还是 在这边支撑上面徘徊 所以支撑这边徘徊的越久 其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 随时随地多一个 多一个 多一个力量往下推 这个structure就被 就被破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也是有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会想办法 在这个地方 寻求一个 二次认证 就是confirmations 然后我们在这边 也是要再加单 这次加单的话 又是再加多一倍 就是从2002变440 OK 这样子的话 就叠加这上去 我们就会 越转越快 OK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 它会不会成为 我们的82定律里面的 那20 那2 就是那20%的 那个黄金时间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做交易 不是每一天 都是星期天 OK 也不是每一天 都一定需要赚钱 你可以80%都没有亏 没有赚 或者是小亏 只要那20%的黄金时期 它你抓到 你要知道你的交易系统 那20%的黄金期是什么 OK 我的是做中短 算中长线 Swing trade OK 这样可能也是做短线的话 你的20% 可能是你的 consecutive wins OK 你靠的不是 什么大的波段 因为你一定要取舍 你做短线 就不可能吃大波段 这样你如果做Swing trade 你就一定是为了抓大波段 而设立你的这个交易系统跟前提 OK 所以我现在是在 我的前提是说 它要跌破 它要跌破 那么我就 就这个这个单 就会可能赚到五六万 OK 可能直接赚 那个整个 我乐的60到80% 不等 OK 甚至是翻倍 OK 那么我的目标 现在目前是看到 是730了 如果真的掉到730的话 是赚接近9万 就差不多接近翻倍了 OK 所以这慢慢来 OK 前期 这个月都是在累积子弹线 OK 累积子弹 我不会去拨的 因为我们的资金是有限 可是我的利润盈利 潜在盈利是无限的 所以我现在用未来潜在的盈利 再去翻更大的潜在盈利 而不是去用有限的这个资金去拨 OK 你拨不过了 你拨不过这个市场了 OK 你一定要有那个 容错率 OK 跟这个在市场上面生存 OK 你连生存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就肯定被市场淘汰 更不用说赚钱 OK 所以目前 如果你要我用一句来总结我今天讲的话 我还是看空 也不不鼓励做多 除非你是做对冲 OK 那么如果他回上去的话 我们再找过一个高点 再去做空它 OK 看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这个顶背离 可以像我们之前在前二块这边做空的一样 OK 只要在找回同样的时间 你就可以做空 就可以赚钱 可是确定要做好止损 OK 所以你要开始交易的话 确确保一定要是看完这这些影片 OK 尤其是这个 Damage Cost Margin Control OK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 我是用Bybit的啦 OK 这个平台是叫Bybit OK 这里有这个link OK 还有这个 offer的link 有4000块美金的这个 deposit bonus OK 你可以用这个link 申请才有 OK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这个discord里面免费的 可以去问班长 然后询问一些 详情啦 OK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还有其他的私人频道 你也可以去关注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拜拜 五个月份印象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